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站 我是本站的中文解说员BOSS 今天这场我们一起来看看 CIA老师的几景啊 都是关于他参与的底池 会有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那么现在是一个多人底池啊 人数非常多 我们先看翻排圈十圈四 这是一个杂色面 暂时来说呢 顶对方面 River Poker他是圈八啊 作为顶对 底池人数比较多 他的位置是算比较靠后的 前卫四加过牌之后 他要打一枪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正常 而这个时候Mr.J 因为可以勾嘛 作为两头胜的排行 操作空间不足 顺势做了这样的这波拳押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 你想拼的时候 可能也就只能是这样的动作 因为子弹有限 也玩不出别的太多名堂嘛 毕竟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强调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而此时纯粹中队的CIA 其实大部分人可能这个时候不一定有意愿 但是CIA显得好像不太想放弃 因为 反正就现在的这个计分牌容错率啊 参与波动各方面 他表示毫无压力嘛 好的 一波沉浸式点码之后 点出了1710 那么这个时候的圈八 他是不能够推奥林的 因为刚才他打了那一枪 Mr.J推出来的马量没有达到 可以再次做加注的有效攻击范围 所以他是不可以奥林 圈八只能跟随的去补齐 但转牌他是可以奥林的 CIA也是非常幸运 这下就很干脆了 刚才沉浸式点码 现在是咆哮式推码 直接手速非常快的在转牌 就推出了自己的剩余后手1140 当然这个也不多了 对于圈八来说啊 正尔八近讲他也是踢脚不太行的顶队 然后现在呢又出这张十之后 CIA推的这么果端 所以考虑到 这多重因素应该来说 Riverpoker是有气派率的 反正这种事我们自己 也确实说不好 最终最终还是要等待选手们 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决定 毕竟在场的也是一个人 一个想法 大家都是在这种 相对哈斯特的小级别里面 能够非常愿意承受波动的选手 包括我也在解说当中 经常跟大家强调啊 有任何的情况在 这一类节目的这种级别当中发生 大家都不用觉得奇怪 甚至有些人可以全范围 在任何的位置啊 去打出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动作 那么OK啊 这一波对于 Mr.J来说 这K国合牌看到这张A 当然是非常高兴 当然编持方面呢 自然就是由CR获胜了 所以River poker这一波的圈八 也是亏的比较多 当然啊 由于他总量反正也是 遇到的有效操作空间都有限 对吧 也亏不了太多 他是三个人当中 之前马量最多的那个 然后CN那边呢 反正曾经也比他少嘛 从他那里去掠夺一点 也有限 总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都能承受波动 因为有些时候 这种波动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愿意承受了 太轻松了 排面和桌面呢 也会出现 说氛围非常非常high的局面 大家更多的打的是一种体验 主打的就是感受 扣巴作为顶两队下注了800 这个排面暂时比较干燥的 PayPay的718 中队进行跟注之后 CR的90 这次他是一个两投胜概念 子弹数量的原因还是那句话 想要波动那么 把自己后手拳投入进去 太正常了 由于子弹不是那么足嘛 但作为DGF的 勾巴顶两队 自然是非常欢迎你 敲开拳押的大门 停下着 转牌 转力 体验 dipped中 trip eights and he is going to pay djf 目前这边的葫芦跟三条之间这个编织应该来说 djf 跟佩佩之间也能够打光的 还是那句话这个光反正是以有效后手就短的那个来算的所谓的光佩佩是光不了的啊因为他 他的对手好现在佩佩这一枪2590出来 djf 其实直接推就行了啊但是貌似 djf 好像还希望细腻一点吗 啊好的呃不用过分细腻了啊对手打出来这样的数你推出去对手的后手再补起来 真的是不太会走的那么再补910之后三个人目前来说就可以去公开的看最后的river了 合牌这样的一张7相当于到了合牌那是葫芦喷葫芦 当然实际我们曾经老早就知道这是一个join的对吧七八你对上狗八狗八先到葫芦的情况之下 那七八真的是没有翻身的余地啊所以这种时候呢只能说如果双方的马量非常非常深路上不打光 然后看到这种冤家的情况呢可能酿成的事情就会更大现在呢因为马量有限啊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mr j的o0是一个口袋对二啊这口袋对呢却是小事小了一点 但是想要不放弃口袋对二那目前又想要翻前有威力 所以是既要又要那么就好像只有全压了啊 好在这种时候 在这种时候sia还是因为马量的原因啊反正也不想走了 那么圈九跟二二之间两高张跟口袋对不过这波波动确实是比较小 因为就是按sia的后手来算他的后手要少嘛就1000多这样的波动 570到目前为止啊是大的看一下转排一张四还需要顶过最后的一条街 也就是riva好最后是一张六这样就顶下来了口袋对二呢也是成功的清台掉了sia 表示也很无奈啊自己没有击中的话那你即便口袋对二最小的口袋对只要是个队啊那都比我的嗨要大了好这下呢sia老师是拿到了口袋对 这个时候的口袋对A随败到900 唯一来跟他打的是肯尼迪在button的位置 那么现在两个人的操作空间呢都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由于班前做过三笔你要说操作空间很大嘛也没有 因为按短的那个座位有效来算比如说遭遇一条街一个打一个raise的话呢就直接奔着不足的后手去了 所以还是要看具体怎么打 德州里边很多东西他没法那么绝对都是跟着流程走下来之后的调整 好这枪六版那如果可以是在这里just a call呢那后续空间确实还有 CR也是在这一波的翻牌圈显示出了自己的一些细腻和战术上的一些布局的细致 转牌是一张草花六 底持3450 作为AA来说这张草花六的出牌 从花色而言不是最理想这枪打了2000转牌这手下的还是相对比较有威力一些 我们可以推演一下如果说K10座跟注底持将会来到7450 而他的后手将会剩下4200多 所以这里K10的跟注其实从比例上以及范围上都是比较勉强 合牌是一张黑桃钩这个时候的AA check了 哇 A这里的一个check K10就直接打成了最后的一个炸骨 但从这个比例上以及操作的整体威力上而言确实有待上去啊 大家也可以对这手牌最后合牌的下注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了 咱们就讲啊 C有可能他会想好去做一些过牌跟注的动作 那么当然肯尼迪的视角是不知道对手是什么范围的 那肯尼迪要假设的是什么 就是我做拳压的动作能不能打走比我K10更大的牌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3B范围里面 如果我面对到对手的空气 其实我打了也没啥用 我过牌也就比大小可以赢了 那如果我真的要打 我现在后手一共打出去还有没有威力 他刚才是总共打出去都没有什么威力 更何况这个2000多 所以在此时 我们说炸狐的思维啊它是高的 但是这个场景是否适合实际的时间应用 是值得讨论的 那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他是拥有一个超时的后手 并且敢于做一些大胆的动作 那可能将会是非常漂亮 只要改变其中一个条件 他可能就会成为漂亮的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综合范围下的气排率 也是必须在盘算之中 转牌是一张黑道三 好的一祝晴天目前一祝晴天分断了 CIA老师一直说着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散架的一祝晴天最后还是拿到了里面 那么1850配配的这一祝 对CIA来说其实CIA虽然嘴上喊着不要但 其实他的顶对扛这样的尺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在最后其实我们上帝视角可以看到佩佩很幸运 合牌形成到了顶对反超了CIA 只是有一说意呢 翻前却是勾圈是主导使圈 但曾经呢CIA也是反主导过对手 好现在8250的底持合牌这一首佩佩是一个 确确实实的Value bet 这一首他的Value对象就是在 比如11队左右 就像我们上帝视角看到的一样 就是他主要的Value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打多少是完完全全需要因人而异的 比如你的对手在你认知当中他头铁不铁啦 或者说 你认为你在他眼中的形象好不好啦 都会成为你调整尺度的一些依据和因素 8250的底持一最终打了7000 这一注还是相对比较重 他希望说对手能够对他的行为不断的动作有所怀疑 但是CIA也是经验非常的老道啊 合牌面对这样的尺度 他觉得总体范围上包括说跟注的意义并不大 CIA也是说谎不眨眼啊 他说我气掉了口袋队3 口袋队3那就是三炸了是吧 反正这个是玩笑式的说谎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可能是口袋队3 然后他刚才一直说不要给我看不要给我看 因为如果有些选手会觉得你给我看万一你是炸狐的话 可能对我来说也是心态的一种影响 这个翻牌圈是没有人动手的 他说转排A9还是M兵不动 这A9其实还挺聪明的 他觉得不利的位置自己这种挂脚的顶队还不如有人打的时候自己尻 没有人打我顺势往后看一看也无所谓 然后真的要是翻牌圈有人抽花的话他打了反正对方也不会走 所以说在当然了 不是说你打就是错的不打就是对的或者说不打就是错的打就是对的他不一定的 那转排的时候CR是倒的可以花啊最终呢就唯一是属于排面有一个工队 但这种流程走下来呢基本上不用太多的纠结 那CR最终这枪2000 A9也是 考虑了没几秒钟就切牌了 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分的主动反而有可能会造就后续的被动 所以这个A9对于抵持的一些控制和排面变化之后自己的进退调整 应该来说至少在刚才那个抵持里面也是显示出了不利位置下依然比较从容 K圈勾两张黑桃 同色A2目前A花的抽牌而黑桃4-6 DGAF的一个6花抽牌 那也就换句话说后续如果出黑桃的话 这两家将会是投破血流的主要矛头对象 这两家将会是投破血流的主要矛头对象 目前你DGAF打240我的A花抽牌要不要直接做raise的一个问题 这里做raise和跟注都会有它一定的理由 做跟注呢就是说我同样投入一个相对不那么高的成本 然后希望后面如果大家都跟一圈什么的 或者说跟注的人很多那我相对不大的投入 让大家帮我一起勾注跟大家的地址 但raise的话呢 就是你争取后续自己范围上的一些主动权 因为你raise代表的范围毕竟是不一样的在对手手里 所以这个时候的raise和 这些人的just core各自有它们不同的功能性 当然这里实际暂时最大的是seia的天顺 所以现在佩佩的这波面对seia的再激进 那么他也是比较干脆的选择了forbet 这样的一个forbet打seia的后手双方flop直接干完 当时还是那句话路上打光呢 反正八排的次数是可以协商的 好的刚才双方也是有一个确认的手势 就是发两次 那这个盒牌是一张草花k 最终来说a2还是没有能够战胜seia 这一波呢seia的效率也非常不错 直接给自己的积分牌做了成功翻倍 大家平时又喜欢看哈斯特克斯诺拉布中文解说视频的 以及喜欢看美女选手的激进啊 都是记得辛苦 辛苦大家帮忙点赞和订阅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林普大军如约而至一步一个脚印 你跟了我再跟 我跟了他接着跟直到目前西游位置同色790起了一波open raise 然后大家在群体的补补齐 群体性的补齐 a4圈两张方片啊 这个排名目前暂时没有人直接筹划 那么从排行的角度 sia是击中了顶底两队 这个时候呢seia在 枪口家的位置也并没有动手啊 前面五家都是过牌的 看看这个时候 coa觉得同色790嘛 反正暂时也没有多大关系 也就 并没有胡乱的去炸虎 位置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绝对的 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如果你用你的位置利用的过渡 反而起到副作用也是完全正常 DGF在转排这枪2200 打在了sia的4号上面 看看sia的4号是完全没有比较raised 在相对行动位置上 后边还有三个人 对吧 我在更多时候先稳稳的跟住 然后后续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再不行呢 我合拍再看你的反应就可以了 但是sia在这里居然做了raise 这个可能有sia自己的考虑啊 就希望平衡一些 在长期来说平衡一些 其他没有糊涂那么强的排行 有可能做出加助动作时候的一些情况 可能是为了一种长期的平衡 但其实在这张桌上 尤其打DGF这样的选手 你只要阶段性的有收益就往上割 过分考虑静态的长期平衡呢 在很多时候意义反而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的平衡在更多的时候 也是一个调整式的动态平衡 换句话说并不是指所有的动作都非得 也是往一条线去走得太近才叫平衡 这是不一定的 目前Flopper是三张方片的花色 全体过拍之后转排张方片三 让思亚新生到了六花 迪盖弗佩佩佩手里因为都没有方片 最后这个排名呢算是一个单四成顺 然后呢单张又成花 合牌击中的所谓我们带引号的set 因为这个set的排行已经不做数了 反正就是按大的来算嘛 就是童话排行 好的今天世界的个人机警啊 到这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后续更多的精彩视频 大家不见不散了